原本仅供人分享短视频的平台 TikTok最近又迈出一大步 宣布启动全新的电子商务平台TikTok商店 新转型不仅为数以亿计的用户 提供了全方位的购物体验 且TikTok自身还设定了一个宏伟目标 那就是要挑战在2023年年底前 达到200亿美元的销售额 换句话说 TikTok商店不只加入激烈的电子商务竞争 且全面支持买家和卖家 也成为新策略的最大亮点 并将直接与亚马逊直播 和阿里巴巴的拉闸达等公司 一起争夺电子商务的市场占有率 不仅如此 TikTok商店除了能在网上看到商品 且之后还可以提供用户便捷的购物平台 因为全方位的支持内容包括 可联系潜在的营销合作伙伴 提供存储、包装和运输等物流服务 将可帮助更多卖家 扩大市场需求且便利下单与出货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